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2020年的3月23号 那么我们看到啊,今天的这个 大盘呢,依然非常弱 那么还是不给力,是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位置 是直接呢,是找盘跳红低开 然后盘中呢,一路横盘 横盘之后呢,尾盘呢,再创当日的新低 是吧,但是呢,目前的位置 依然没有把3月19号 也就上周四的那个低点 还没把那个低点跌透 是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当前的位置,我跟大家讲啊 我说之前我就跟大家讲了 我说从上周四开始 我们的骨子啊,实际上就已经 正式的进入筑底的阶段 但是在这个筑底阶段当中 那么分化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那些 强势上涨的科技题材 今天呢,在这个盘中啊 不刚是今天了,就是整个从上周开始 我们看到这些板块都是大幅的啊 啊,下挫是吧 呃,不管是无线耳机还是苹果概念 还是消费电子 我们看一下啊,光刻机能略为强点啊 光刻机,那智能电视 大部分的这个科技类的一些题材的这些指数啊 那么我们看到基本上把这个春节之后的这波反弹的啊 这波行情啊,都给吞噬掉了啊 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如果不及时的 在这个2月25号或者是 呃,在这个3月初的时候啊 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高抛 是吧,后续的这个损失可想而知啊 所以说我说当年,呃,当时呢我在2月24号 21号,24号,25号 呃,都跟大家反复强调风险 我说这个股指呢 已经到了一个调整的周期 一定要顺势风险 一定要及时的降低仓位 是吧 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各位啊 你们现在这个手里边到底是多大仓位 如果你还是蛮长 那现在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比如说我们说特斯拉啊 特斯拉当时这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路上行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板块指数最近呢 一路下挫 已经把春节之前的这个低点啊 也之后这个低点已经击穿了 而且陆续下行 对吧 那么显然呢 现在就是科技股跌起来啊 是非常殉悍的啊 那么说涨起来呢也是非常凶 因为它是什么呢 这里面都是小盘提柴股为主 这里边呢 油脂呢 在这里面起到一个 一个兴风作浪的作用啊 就是它油脂推动起来 往往是非常凶猛的 但是油脂在出逃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利索 我们看到这个 从板块指数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特斯拉 之前呢你看 高位跑的时候连续两天 对吧 这个地方下面呢是连续两天放大量 对吧 出来之后跳红高开 然后反弹呢 刚好把缺口堵上 堵缺口那个时候 那又是一个高抛的位置 从此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 跌得非常凶 那么目前的市场啊 我跟大家说到了什么时间呢 就是说到了最后的右空阶段啊 我在前两个交易日啊 上周三四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的要到最后的右空阶段 越是到右空阶段啊 这种杀跌呢 越是凶猛啊 就是之前那些大涨的那些题材股啊 就科技题材 我们看到满篇呢 这一篇当中 从无线耳机到下方的安防服务 所有的都是科技题材 那么现在的调整是非常的凶猛的 今天的盘面 我们看到啊 有一百七十多家 是吧 跌停的 对吧 这个跌停的加速是大幅的增加 一百七十多家啊 我记得是一百七十多家 将近啊 那么今天涨停的 仅仅是四十多家左右啊 那么今天的抗跌的板块 我们看到还是跟疫情相关的 对吧 呃 仿制药 生物疫苗 这个生物智能 尤其说特朗普发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叫推特啊 推特上面讲说 这个硫酸腔氯葵 是吧 加这个什么 呃 加什么阿奇梅素 是吧 一个消炎的药 加这个硫酸氯 硫酸腔氯葵啊 这个名字比较别扭啊 说这个硫酸腔氯葵呢 它原来是干嘛的呢 它是用来这个治疗 这个分死性关节炎 啊 还有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这个红斑狼窗的 那么说到底 它是 它是一种增强免疫的一种药物 叫硫酸腔氯葵啊 硫酸腔氯葵 硫酸嘛 对吧 呃 那个腔字好像是写的比较别扭 一个阳字耙 是吧 阳字耙过来一个 那个那个 那个 那这么 好像是这么一个字 是吧 那么 这个字啊 就是由 磷酸腔氯葵 说它呢 它加那个阿奇梅素呢 是用来可以对这个叫新冠肺炎啊 对它可以说起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疗效 据说有效率非常高啊 结果呢 我们看到今天那这个上午啊 这个呃 跟硫酸腔氯葵相关的一些这个个股啊 那么今天都出现了比较不错的一个上涨啊 今天从那个呃 题材里边啊 我们看到主题里边啊 我们都可以看到就磷酸腔氯葵 是吧 就是这里边都有啊 涨幅榜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面呢 叫磷酸氯葵 实际上一回事啊 这里面我们发现像精华制药啊 什么崇药 呃 崇药控股 什么灰龙股份 纵身药液啊 今天包括ST核化 等等 呃 一些板块呢 一些个股啊 今天都出现了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上行 当然这个药呢 一般来讲说药店呢 很少有卖的啊 一般需要你到医院呢 开处方 就是确确实实 你得了这个关节炎 或者红斑狼窗 然后到医生那里面 医生给你开处方 然后你拿着这个处方才能说 买到这个药啊 就是你到医院的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开药 那个地方啊 你也可以买药 一个是到药店 你拿着处方也可以买 但是呢 现在由于大部分人呢 大家有的说是啊 你想买这个药 说实在很多人不好买啊 就是你必须拿着处方 所以但是这个 现在仅仅是说什么呢 从国内的反应来看 好像是说 这个东西还没有一个 这个真正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统计啊 到底是有效率多高 对吧 但是这个呢 从国外传来消息 是非常不错啊 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盘面呢 就是受这个影响比较大 这是一个 那么再一个就是 比较逆势抗跌的啊 我们看到有种业 人造肉是吧 种业最近的走势 还一直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看他的这个板块指数呢 整体上还是 呃 延续呢 维持于比较高的位置啊 还是震荡 是吧 高区间震荡 那么整体而言呢 他跟人造肉是 其实他有重合的部分啊 这两个题材有重合的部分 有些个股计是一样的啊 都有这种种业和人造肉的题材 那么今天呢 整个表现还相对强一点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仿制药抗癌 比如说生物疫苗之类的啊 今天呢 我们看到就有一种像什么呢 像底部企吻的迹象 还是非常明显啊 非常明显 那我们看到就是从骨子啊 到目前为止 就是在最后这个阶段啊 我跟大家讲 之前呢 说反抽了 反抽了 你就要马上去种上抄底吗 我说这个地方根本啊 不要着急 我说淡定啊 我说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什么呢 一定要再等一等啊 一定要烧安勿躁 不要在这地方 马上把仓位加起来 我说 这个在注底过程当中啊 你对这个仓位怎么管理呢 你应该是逐步逐步的 把这仓位加起来啊 比如说你 今天又暴跌了 对吧 如果你手里面呢 是有一点的这个 就是非常不错的啊 一些个股就是之前呢 确实遭遇比较大的一个错杀啊 那么眼下呢 就是仓位啊 我指的是原来仓位非常轻的啊 那个重仓的就不用了啊 重仓的话 那你到这个位置怎么办呢 那你也得分股票啊 呃 我们看到这两天 这个这个下措啊 就最近几个交易日 整体的这个跌势上 我刚才都看了 科技题材 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指数 都出现暴跌 而且把春节前的 这一波反弹成果都吞掉了啊 就是整个的这一波 大家看非常明显啊 就这一波 是吧 往上的这一波 这一波的反弹成成果 那么从今天开始啊 已经完全正式的吞掉了 吞掉以后 那么我们找一个说 技术上的支撑位在哪里 那么之前为什么说 张老师这么有把握 我就告诉大家 一定啊 或者是非常大的概率啊 我说在本周呢 要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变盘的时机 那么这个时机在哪里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大盘的周线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周线呢 我给大家把这个最近的几年当中啊 我们从2018年的一月底开始到目前的走势 我给大家呢划一下啊 划一下这个按照划线的方法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么非常简单 我们就从 比如说我们从划线工具里边 我们取那个呃 取那个叫价格通道线啊 价格通道线呢 我们取三五八七 呃 三二八八 是吧 然后取这两个为基准点 然后我们中间的低点呢 我们可以取到这个呃 当年的这个二月九号啊 就是2018年二月九号的低点 刚好是我们可以做一组什么呢 做一组这个所谓的叫呃 叫双通 就是双通道 我喜欢叫双通道 实际上是价格通道线 然后做完之后 我把它平移 向下平移一个整个的单位 我们发现啊 这个下方的这个下降通道啊 就是中轨下方的这个通道 我们看一下它之前的是在什么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大家都有印象吗 一个是249啊 就是2018年四月份那个低点 然后是2019年一月份的最低点2440 这两个呢 那两周呢 都是单增探底形态 都在下方的这根非常关键的下沿 受到支撑 对吧 受到支撑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反弹的时候呢 一直反弹到什么呢 这个整个的大型的下降通道的上轨啊 就反反弹到这个位置 承压 是吧 这个位置承压 承压之后 一路回落 对吧 跌到什么位置呢 跌到这个 呃 是八月份啊 我记得是这个呃 去年的八月份 2019年的这个八月份 对吧 跌到这个位置 受支撑啊 这个地方受支撑 然后再度反弹 一路反弹 反弹到春节前呢 3127点啊 那个是一个阻力位 刚好反弹到阻力位啊 那么眼下我们就要找支撑了 对吧 当然这些都是压力位啊 这些下方都这都是支撑位啊 我给大家做一个描述啊 那我们这次看看啊 那么这两天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盘啊 上轨指数 又接近于到中轨的位置啊 我认为本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时间点 也就是再次护制啊 他的这个下行再次碰线之后 对吧 碰到这根线上 这个位置附近 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位啊 那么这个受这个支撑之后 后续呢 还将反弹啊 展开一波反弹行情啊 至于反弹到哪里啊 那我们一定要啊 根据这个市场的变化 我认为大的概率啊 他先反弹是 又再次反弹到 这个这个上轨啊 展上轨一线啊 最后最后比如说我们说 反弹到什么呢 就整个延长啊 就反弹到这个位置啊 反弹到这个位置 对吧 反弹到这个位置之后 可能还是一个压力 至于到时候啊 如何走 或者是上传 或者是继续反弹到下行 那么我们到时候再看啊 所以说本周呢 一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这么一个变盘点 因为空间上非常接近支撑位了啊 非常接近支撑位了 所以这个位置啊 在最后的这两天的恐慌式的洗盘 或者是砸盘的过程当中 会迎来底部啊 这个底部往往是在绝望中产生 是吧 在大众情绪非常绝望的时候产生 然后本周呢 我们要准备抄底了啊 要准备抄底了 那么这个底部的时间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之前我跟大家讲的 只不过是非常的啊 呃 比较什么呢 比较呃 大大约是那么意思 就是本月下旬 什么叫下旬呢 我们说过了二十号 过了二十五号左右啊 那就算真正的说进入下旬了 或者到月末的时间段了 所以说呢 应该在二十五二十六号两天啊 密切注意盘面的变化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机会又来了啊 为什么机会又来了 刚才我跟大家都讲了啊 不管是这个 呃 个股也好啊 板块指数也好 现在都到了最后的杀跌阶段 往往是最后的杀跌啊 是最凶狠的啊 这两天呢 我估计啊 很多朋友啊 这个之前呢 账面上可能还有盈利 但是今天呢 我们看到啊 最近一个阶段又吐回去了 有不少是这种情况啊 比如说这都是春节之前那个低点啊 春节之后那个低点 那现在的低点又创了一个新低 对吧 这明明显现 可能是不来得及卖啊 可能是连本带利又吐回去了 是吧 那么有很多是这种情况啊 我们随便翻击翻一些都是啊 比如多金归接近前低了 汽车电子接近前低 超级电容 对吧 这都往下了 对吧 那个绿色照明 他也接近前低了 就是春节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内低点 那你看着啊 如果是板块指数这么走 你个手里边的这些相关的概念股啊 等等啊 如果不卖 就会出现大幅回吐啊 所以说呢 第一时间呢 一定要听啊 老师到底在这里面都讲了些什么 都是怎么给大家建议的啊 要及时留意 好了 今天的这个公开课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各位 啊 所以